今天如果打开国际媒体 你一定会看到这个头版头的消息 这个是曾经密访中国促成美中建交的季辛吉 现在是小时候100岁过世了 那现在在家中过世之后 当然这个消息一传出 美中其实是全世界 大家都开始在讲 他到底做过些什么事情 环石就讲了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 虽然说100岁 但您知道吗 今年7月他刚办完他的百岁寿宴之后 他还搭飞机来到中国 那个等于是他的风刀之作了 他那个时候见了习近平 而当时习近平看到他的时候 非常开心直接称呼他老朋友 先来听听当时怎么过世 100岁 100多次到中国来 这两个100啊 合成了你这一次啊 具有特殊意议访 中国人呢 胡旺老朋友 中美关系 永远和 基辛格这个名字啊 十字路口双方必须要再一次的做出选择 好其实呢就在基辛吉访中会习近平之前 他已经先去了 他是谁 他是布林肯 好南华早报那个时候呢就有报导 说其实啊 至少两个月前在美方这边就已经开始做准备 比如说布林肯会定期的跟基辛吉来沟通讨论各式各样的一个议题 那去中国之前曾经跟基辛吉详谈 等他回来之后会再跟他好好的聊一聊到底你们都说些什么 其实呢在去年确实啊年中那个时候美中的状态还不像现在这样 真的是已经回到坐下来可以聊的状态 那个时候呢你还会感受到好像政府跟政府之间不是怎么样的直接开放对口 因为六月的时候呢习近平见了比尔盖茨强调中美基础在民间 那后来呢布林肯虽然去访问了但是还记得这个场景吗 主位在这个习近平中间 然后右边呢是坐布林肯 那个时候大家还说这个位置是精心策划的 让他看起来有听讯的感觉 甚至后来叶伦去的时候呢也没见到习近平 见何立峰呢还被说好像三度的欠身点头等等 直到季辛吉来到中方访问之后 开始后续你会看到了一连串的变化 当时呢甚至还让这个王毅啊苏立文再一次的来举行多轮的会晤 一谈就谈了12个小时谈了半天 他们就讲了说这一些都是促成了习败会的可能性 所以呢那个时候在他去之前 拜登政府这边先跟他聊 回来之后拜登政府这边再聊一聊说 你去那边那得到的回应是什么 让大家就觉得那一次的去访中国 是不是有一些些百岁密使这样的一个味道 最终才能够促成年终的这个拜习会呢 季辛吉过去52年将近半世纪 确实成为了美中之间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桥梁 那他其实也曾经告诉拜登 拜托啦别惹中国 他强调了谁掌握石油 谁就掌控所有国家 谁掌控粮食 谁就掌控人类 谁掌控货币 谁就掌控全世界 而他也再一次的来告诉拜登 现在中国跟以前已经大不相同 因为当年1971年 就是他打开美中建交的大门 甚至那个时候他还讲了 他是途经巴基斯坦 然后要去进行秘密访问 过程当中他还为了把记者给抛开 故意去找了好几个城市逗留 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怎么会在这边 这边要怎么发稿很无聊 然后就借着肚子痛 假装兔子痛需要休息 几个小时48小时的时间 完成了这项艰辛的任务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有华府里头的高级助理 还有这些高官知道真正的内情 这样子的一位特殊的外交官 来政院委员 他在今天是想100岁的松寿离世了 但是留给美中关系非常多 正确的讲说应该是留给美国的遗产 因为当时美中关系的一个发展 是对于美国要围堵俄罗斯 有一个很大的战略框架在那一边 而基辛吉把这个框架设计起来 基辛吉这一号历史性的人物 不管你肯定否定喜欢或不喜欢 他的确的是在国际政治上面 在这100年来 可以说是最突出的人物之一 之二大概很难找到第二个人 他不只是处理的美中关系 大家现在谈的 不管喜不喜欢 他处理越战的收尾 比拜登后来处理阿富汗的收尾 来得好一些 他也处理过很多很复杂的问题 但是美中关系当然现在焦点 他的作品 不管是他的博士论文谈的是梅特涅 或者是他后来的几个重要的著作 也对国际政治产生很大的影响 可是他后来的政策建议 碰到了美国即任总统 大概都没有人会理他 结果没有想到不理他的结果 是反而带来更严重的后患 其中的经典建议就是什么 俄乌战争不该打 美约不应该把乌克兰纳陆 这个北约的成员国 会造成俄乌战争可能爆发 没想到全部被他拆中 所以这样的一个有 远见的人路的判断能力 还是非同小可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90出头了 他还有这么锐利的一个判断能力 相比之下拜登才80几岁还算年轻 可是判断力就远不如他 我们也发现到美国在设计战略的 不管是国家安全顾问或者是国务卿 后来这几个跟基辛吉比真的差很大 差很大 不管在能力或者是细腻度 或者是执行力 所以因为有这么大的差距 所以使得基辛吉在美国跟国际政治上面 就一定相形之下 相对之下会突出很多 在中国方面 因为他打开了美中之间的汉阁 对中国来讲 他当然会觉得说 后来的改革开放获得成功 后来加入这些WTO等等 一连串的源头就是基辛吉 把美中关系给弄好了 所以习近平讲的话 基本上就把他当作一个很亲切的 老人家老朋友在谈话 把他定位为是中国人民 最重要的美国朋友 所以前一段时间 中美两方面闹得很僵的时候 习近平也是派了重要的人物 跑到华府去 或者跑到美国去拜访了基辛吉 经过一段时间消息才传出来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基辛吉是一个很重要的桥梁 很重要的标杆 也是时代最重要的印记 是 要请教游明老师 因为基辛吉确实在1971年 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个破冰之旅 然后打开了美中建交大门 但也就是在1972年 尼克森见到毛泽东之后 中华美国就马上 被美国这边就断了 然后所以在两岸之间 在美中台之间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基辛吉一百岁过世标志的 整个是新的时代已经正式的展开 而这个时代不再是单纯过去冷战时期 那样一个大国竞争 军事核武完全主导的这样一个时代 因为基辛吉他在哈佛大学念的博士论文 他写的是19世纪上半叶 奥地利的首相叫梅特涅的外交 那个时候谈的是梅特涅用所谓的 欧洲协调的方式 去维持将近50年的欧洲的和平 那种外交的首碗 大国外交的首碗 事实上这是他羡慕的 所以他在冷战的时候 去推动这样一个现实主义 而且是务实聪明的现实主义者 透过大国外交 可是当他现在过去 其实之前就已经这样显示 因为他已经是100岁了 现在不是单纯大国外交了 不但是大国的权力斗争 现在只有大联盟的权力的竞争 你看到西方和穆斯林 全球南方甚至金砖组织 不过这两天在联合国的安理会 王毅主持的那个最 就是作为轮值主席 最后有关于加萨的会议 其实就很清楚 只有美国那边在帮以色列 英国 法国 日本都不讲话了 然后所有的其他的国家 巴西 对不对 这些国家都跳出来 要求要全面停火 所以大国跟大联盟 美国现在已经一直觉得说 他的联盟G7加上日韩 是最稳的 但现在看起来不是如此 一方面新的时代变化 第二个 他的这种务实聪明的 务实现实主义者 就显示说 他其实对于那种标榜 自由主义者的那种 所谓这种理想 道德 他其实是觉得不够现实的 因为你很容易把你自己的价值观 把你的自己的信仰 把你国内的这些理念 把它给诉诸于全球 变成所谓的世界秩序 但是当你的利益 跟他冲突的时候 你就完全双标 你看加萨地区现在 已经死了一万五千人了 美国还有讲话吗 还是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 因此这种自由主义 所呈现的这种扭曲的双标 其实是理想主义者的乌杀 应该要拿掉 虽然人类不断地在建构 新的乌托邦 但是呢 基辛吉代表的是一种 聪明务实的现实主义者 最后 谁会是他的继承者 没有了 布林肯不会是 坎培尔也不可能是 所以美国不再有基辛吉 中美之间的展开 就会新的道路继续下去了 所以要请教院老师了 当这个桥梁 现在没有人来接的时候 中美真的就没有桥梁了吗 先不回答这个问题 我讲讲我个人对 基辛格或是基辛吉的走 我今天早上起来非常难过 因为我从小的心目当中 我觉得最伟大的人就是基辛吉 他真的是立德立功立严 俘虏兽 这六样他都包了 我在这个 我1960年出生的 所以说他1971年的时候 我这跟大家回复一下历史记忆 基辛吉跑到大陆去的事情 在台湾是非常反对的 就不准提的 完全不准提的 所以说他本身 德国出生的犹太人 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的时候 是刚学英文 就发觉有一个人名字叫 正在清嘴的人 我觉得非常惊讶 从此永远对他发生了兴趣 因为我觉得他 然后第二件印象很深刻的话 他曾经拍过 Polayboard的封面 全身头都光光的 我觉得他确实是跟一般不一样 他是美国的国务卿 然后他跟那个 尼克森合作得非常好 我必须要强调 1971年的这个 7月9号到11号 基辛吉他跑到大陆去的 这一件事情 那个时候全世界 没有人料到的主要原因是 大家都认为说是 大陆基本上是不会动 不会改 我们那时候什么情况 我们那时候基本上的话 其实是 我现在回想起来发觉 对于某一些的话 非常保守的人讲 是非常乐意看到大陆 现在完全关上大门的 大陆本身会开放 等于是基辛吉 主动敲开大门的 大家要了解这些事情 主动跟被动差别很大 后来我们才知道 其实毛泽东从后到尾 对美国的印象就不算差 在延安时期的时候 跟美国就合作了不少 但是基本上后来的话 整个围堵的过程 是基辛吉打开这个格局 第三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说他100岁的高龄 刚刚你看到节目当中 还跑到了北京去坐 十几个钟头的飞机 甚至我看到一篇报道 认为说维护身体对于长寿 一点用租都没有 基辛吉就是个反例 他从早到70几岁之后 就开过心脏手术 然后的话又吃又喝的 炸鸡 什么东西都吃 长那个样子 讲话从来就不清楚的 就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的话 今天他走了 回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中美关系 在过去的时候 要有这种大智慧的政治人物 要打开格局 这个格局一旦打开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基辛吉他本身的话 标志中的三件大事 第一个就是 他得过诺贝尔和平奖 他协调了这个美国越战的结束 虽然后来林德州拒绝领奖 然后坚持用武力来统一越南 但是至少让这个美国 能够完全撤出来 不会太丢脸 第二件事情就是 在整个对苏联时期的时候 他提出一个抵挡 这个detent 这个口号 他提出来的话 国际关系当中的话 他用这种方式 虽然第一档本身也没有很成功 然后至少的话 感觉上那种 大家避免都要这种 立即毁灭的危机 然后第三件事情 就是对中国的打开 我觉得静音级选择中国的话 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研究 值得推敲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那个时候的话 真的是真的是一穷二白 啥都没有 真的是可怜极了 实际上的话 有很多场合当中 那个中国自己本身的话 做困仇臣 整个发展上来讲 不晓得该怎么办 然后静音级的话 打开了这一层的帷幕 让中国一飞冲天 从此后 大家要了解 那个时候整个国际环境 对于大陆好的不得了 你知道吗 我那个时候 我从1983年到1995年的时候 在欧洲留学 12年我没有去过意大利 根本都办不到签证 大家要了解 那个时候 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中国 跟激情级打开 这个1971年 然后1972年 尼克森来了 请大家记住 到了1979年中美才建交 其中拖了六年时间 就在讨论台湾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因为激情级而重要 今天激情级走了 我们真的觉得蛮难过的 我们先进行广告 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说 我们下期再见 今晚点到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